緣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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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們今天的東道主 來跟大家說一說 愛無限這個專案的由來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人呢 可能跟我們經歷了這一年多 但是有的人可能今天是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專案 所以就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 緣秘書長 謝謝 謝謝各位NPO的先進 還有各位喜好數位會有的朋友們 大家早安 早安 我們經過了應該是很辛苦的一年 因為只要跟我們一起走過這一年 其實當中很多的辛苦 有血淚 待會大家都會分享 但是成果是甜美的 那我要講說為什麼我們去年 開始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什麼 第一個呢 就是我要告訴大家 行動生活時代已經來臨了 因為呢 在全國現在已經有六成以上的民眾 他是擁有智慧型裝置 這是含手機 智慧手機或者是平板 已經有1400萬人 也就是說 如果我想問一下現場 你身在1400萬人的嗎 都是嗎 有沒有不是 都是耶 有一個有一個舉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調查 那這邊大概99%都是 那同時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現在行動 使用行動網路的人數已經超過用戶定網路的人數 所以呢大家都是在行動中 大量的使用這個網路通訊的設備 所以面對這樣的來臨 我們卻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待會我們告訴我們 我們去年做了一個大調查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那低頭族在幹什麼呢 他們在忙什麼 這是一個調查的報告 最多他們是在做社交網路 再過來呢 是瀏覽資訊或者搜尋Email 然後手機的遊戲 或者是看線上影片 或者即時通訊 然後還有手機下載各種應用程式 如果我們把它歸類來看呢 這個黃色的部分呢 就是APP的使用量是一直不斷的在爬升 然後另外還有線上影音 也是大家非常喜愛的 那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為什麼今天成果展現 就是跟這兩個有關 一個是APP 一個是線上影音 好 再過來是 我們有根據這個支撐會調查 在最近一個月使用APP在做什麼 第一類呢 最高的是遊戲類 然後大家應該知道 像這些分證的一樣吧 第二個是常常掛在 賣魚上面 或者是台灣本土的 一個通訊欄語言家上面 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 或者呢 你是來查一些天氣新聞的資訊 或者呢 你最需要的是 你的休閒娛樂的需要 也就是景點啊 餐點啊 目的地美食這些 導覽跟查詢 好 那也就是這樣 我們今年的成果發表 也會聚焦在這件事情上 也就是我們的花明路 其實就是能夠提供你這個賞花的路線 還有你認識花咀 然後另外我們的心外 讓你出到出門到外面 所有有這個行動上有障礙的人 他們都可以無礙的行走 好 那我剛剛說 我們很驚訝的 也不是說很驚訝 也許是不出意料之外的 做了一個調查的結果 我們去年呢 發了500份問卷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有填過那個問卷 那我們回收了107份裡面呢 大家回答的問題 我們做了一個檢討 一個評估 那我們當中篩選了15家的團體 最後呢 我們輔導了11家 然後最後完成了5項 有個項目的成功案例 要跟大家分享 總共有19個專案完成了 那有11家的社群團體 今天都在現場 然後5項目 然後總共有19個個案 那我要講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 我們那時候做的調查的結果 那其中呢 直接服務的社團佔了58 然後他們最多的 都是集中在兒童跟心心障礙 這樣的服務是最多的 那我們發覺呢 他們自己認為他們的行動應用能力是最弱的 所以你看只有75 有75% 認為自己的行動應用能力幾乎是欠缺 或者是沒有辦法做 然後系統平台還有57%的也是覺得不行 然後行銷運用稍微好一點 只有42%的人覺得他自己不行 那他們當中呢 那他們當中呢 有80%的這個 甜蜜圈的人表示呢 他們社團呢 的人呢只有25%的時間 可以來使用這個數位工具 好 那為什麼他們覺得他們應用力差呢 原因他們說最主要是 專業不足 裡面可以分的三個下面來看 第一個是他們沒有專職的人員來做這件事情 就像我剛剛說的 很多是兼職做25%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專職的人員他們經驗又不足 再過來就是他們 他們也沒有經費也沒有技術也沒有行銷的專人 而且也沒有人來引導他們 所以人才是他們最大的一個困窘 除了資金之外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要幫助所有的NPO NPO它是服務全國的這個弱勢的族群 但是他們卻在行動數位應用上是弱勢 所以我們一定要幫助NPO起來 起來之後他們的服務效能可以大幅的增加 那就是運用數位的槓桿力 所以呢我們就想到說 NPO的需求是什麼 它有木牌的需求 它有行銷區 它有服務項目提升的需求 那如果我們可以幫他結合真正的專業數位人才 比如說APP開發人才 比如說拍錄為電影的人才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數位資源 挹注給他們 然後把行銷的能力交導給他們 之後他們就可以提升他們的數位應用能力 提升NPO的數位人才 然後培養數位人才 而且有募款能力 還有最重要一點 因為你已經跨到這個行動數位的領域 所以你可以接觸到年輕族群 讓他們也來關心公益的影響 那年輕族群 其實我知道很多NPO 我們在訪談的時候告訴我們說 他們的捐款對象 多半都是中年老年為主 也就是說年輕人他們是接觸不到的 那年輕人不是沒有愛心 是他們沒有機會 有最好的管道來跟NPO接軌 所以什麼是最好的管道 就是行動數位工具 所以我們就想到 這是要讓所有的NPO 跨境整個數位領域 行動數位的應用領域 這是最好的第一領域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要發表就是 第一領域完成的這十一家社團 今天有你的法國會 那我們希望繼續陪伴他們走第二領 然後也希望歡迎 今天有其他人來申請 來進入我們的第一領域 那我們台灣大科大可以提供 就是我們有產品開發能力 我們可以幫你做服務諮詢 我們還有行銷資源的挹注 還有給你教育訓練 當然會給你整個專案開發的經費 好 那在我們那個調查之後發現 我們把它非常大家填的 非常的這個天馬行動 最後我們把它推走之後 發掘有這三個需求 把它收斂之後 就是有行動應用的需求 就變成開發兩個APP 就是行務案的一個APP 以及荒野保護協會的花卉電視 另外呢就是數位行銷的需求 所以我們有辦了一些 數位公益陪零的講座 那我們每年辦 今年是第四年 那每年如果有來參加 我們就知道我們每年的課程 都不斷的更新 跟今年度最夯的運用工具 而且找最奇的專家來教導大家 那另外我拍了三部的微電影 再過來是我們有多點的教訓 我們有提供視訊會議 還有這邊還有電子書 幫助大家把原來傳統之本 變成一個電子書的型態 好 這就是行外方 在外面如果有機會 歡迎大家去嘗試使用 那這是三部的微電影 然後再過來這邊就是 有八家的社會團體使用 這個高階的視訊會議系統 大家都可以聽到待會兒的分享 再過來就是電子書 好 我就分享到這裡 那我最重要是要告訴大家說 今天的這個議程就是在我剛剛這個架構下 我們會分每一個產品的發表 而且把他們的開發的新度地程 經過的困難 從完全的數位無知 變成數位有知 而且變成數位專家 是怎麼樣的地程 那我相信可以幫助所有NPO的團體 知道怎麼樣跨進這個數位的世界裡面 也希望這段路由我們派著你們 你們會覺得非常有安全感 非常有依靠 也非常有把握 謝謝 謝謝阮民書長